大家好,我是Pak,那么欢迎来到Backbone入门基础这门课程 那么上一次课呢,我们简单介绍了Backbone这个框架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前端的JavaScript MVC框架 那么从这次课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框架的学习 那么第一次课呢,我们先介绍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model 那么作为MVC中的这个model部分 它承担的是封装这个模型封装数据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在backbone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这个model呢 我们首先会谈一下这个原生的JS对象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backbone是如何对model进行封装的 好,首先打开代码 那么我首先我在桌面呢,有一个这个文件夹 我们的项目代码就在这个里面 我们新建了一个index的html 首先我们先来搭建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记得上次课我讲过这个backbone的这个JS 它依赖于两个库,是哪两个库呢 这是一个是underscore,一个是jquery对吧 好,那么所以我们必须先把 这个两个库引用在前面 underscore和jquery 那么我已经把这两个库的这个代码拷贝到了这个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好 那么我们再创建这个body 由于是第一次课呢,我们没有这个dom对象 我们仅仅是一些JS的代码 好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model啊,是对原生JS的这个封装 那么原生JS我们先来看一下是什么呢 我们记得在用javascript来实力化或者是这个初始化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通常采用这种json的这个表达方式啊,json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这个我有一个这个object啊,它有个属性title,它这个task1比如说啊 然后还有个属性呢,这个description description1,好 那么我们在浏览器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这个object啊,它是一个原生的JS对象 那么我们是通过这个点语法去访问的,通过点语法对它进行设置和这个访问 那么在我们使用backbone呢,我们就需要去面向对象的写法 就是说我第一节课也提到了,backbone实际上它整个思想都是面向对象的 那么所以呢,首先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类 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类 那么自己的类 是这样的,从backbone的类继承 那通过继承来简化代码,对吧 那我们假设我们有个to do item,这么一个类 我们想建这么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要继承自backbone的类 首先,backbone里所有的类,来自于这个全局变量,backbone 你也可以理解程式命名空间 那backbone.model就是它的这个model类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model类的extend的方法来做继承 啊,来做继承,啊,我们知道geroscript实际上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们传统的这种面向对象的编程啊 所以它实际上啊,这个继承方法有很多 那backbone提供的,是类似这样的extend的这样的方法 好,那么有了这个类,我们就需要去怎么样 就需要去实力化,那么实力化的话 啊,我们使用new关键字 这个倒是跟那个传统的面向对象差不多 那new这个类,然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实力 得到了这个实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力是什么,具体啊 好,在我们直接在console里面打吧 to do item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力啊 它里面实际上是已经有一些属性了 已经有些属性 先不用去管这些属性是什么啊,先不用去管 好,那么这个实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没有什么任何的属性 它是空的啊,它是空的 那么作为这个封装嘛,对吧 它实际上是要去封装真实的对象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怎么去封装呢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只要传入在构造函数里面 构造的时候传入 啊,传入这个JS对象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 诶,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嘛 那么啊,大家不用着急 实际上啊,这个我们封装的title description 这两个属性啊,它并不会直接出现在这个推动item里面 它是隐藏在了一个叫attributes这么一个属性里面啊 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封装就这意思啊 它把这个东西都藏里面了 都藏里面 好,那么既然它藏里面了 我们需要去访问的时候怎么去访问呢 当然你可以啊,你说我这个直接对吧 我直接一点长区植入直接这样 attributes.title或者是什么attributes.description都行 都行啊 那么作为backbone呢 它为我们提供了就是其他的办法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使用get 记住使用get来获取属性啊 使用get 我们可以看到gettitle就得到task 那么我们如果get什么description的话 对吧 对吧 就这样 那么相应的有get就有什么呢 有set 对,有set 那么set的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property name 第二个参数就是什么 就是你希望改的这个值 改改成什么样子啊 改成什么样子 好,set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get来看一下 item.get对吧 好,这个get得到了我们刚才修改的这个什么 change task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o do item这个实力 这个实力呢看到这个attributes里面,它也变成了change task1 好,那么有这个get or set这个方法呢 它可以啊,帮我们来访问这个属性 那么在backbone里面它还提供了一个叫to json的这么一个方法 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封装好的里面,藏的里面这个东西啊 给拎出来 它会帮我们新建一个new,new出来一个对象啊 这个对象里面的属性值呢 和这个是一样的 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to json得到这个 那么通过to json得到之后 我们再要访问 比如说我要取这个title值 我们只需要什么 to json.title就可以取到 这样就很方便 这样就很方便 好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第一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先总结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记得backbone它依赖于什么呢 两个酷,underscore和jquery啊 我们把它引用进来 引用进来 再添加这个backbone啊 那么另外呢 backbone的这个model啊 帮助我们去封装javascript的这个对象 那我们通过backbone的这个model类 它自带的model类 我们来继承得到自己的类 那么在new自己类的时候呢 把这个我们要封装的这个obj啊给它传进去 给它传进去 实际上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传 直接这样传也行 也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 那么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封装 那封装好之后呢 我们通过get和set这两个方法 去访问这里面的属性啊 修改或者得 获得属性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通过这个tojson 我们可以得到 就等于说是把这个封装好的类啊 重新打回到这个js对象 重新打回到js对象 那这个对象是会复制出来的 会复制出来 那么得到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 直接通过点语法来获得其中的属性 获得其中属性 那么最后呢 呃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 我们通过tojson得到了这个属性 那我们通过这个.title 自己去试一下 看看你设置这个title 啊 你设置了这个title 会不会对原来的这个tojsonitem 我们这个model有所影响 啊 好 那么这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